大家应该是都已经进来了 所以呢我们就正常开始 现在桌面呢也已经调出来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风险提示 我们这个今天是18号啊 然后呢是晚上八点 然后财务信息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这个因人而异做投资 那么GoMarkets呢是成立于98年啊 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啊 这些信息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端点水喝点茶 然后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做下来 然后实名托管账户呢 这个是新客户比较想会问到的 好了那么第一个图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粉色系列的啊 就是说我们从投资的时候呢 要知道投资中最重要的 今天呢我就会带着这个新老客户呢 我们新老投资者 把整个投资过程中的这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捋一遍 这样的话对大家的一些投资策略上会有一个修正 现在的话我就是把耳机摘下来了 我就不听我自己讲话了 所以说呢目前我就是一直在说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大家就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自己的问题啊 现在就我就把耳机摘了 那么什么是投资中最重要的 右边呢我给出了一个文字的拼图 那么有资金数量有技术分析啊 有基本面有性格 也有时间周期啊产品的选择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 那么大家呢可以拿一个小本子出来 就是让在上面写下来 自己认为三点中在投资中最重要的三点啊 比方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资金管理啊 或者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管住手啊 不要天天下单 不要天天交易 所以说呢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要写下来自己在目前几个月或者几年的一个交易中呢 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有的人是喜欢做一个长周期的投资 买了啊 就放在那不动了 像股票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最重要是不是就选择判断公司的基本面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一二三啊 自己拿一张小纸记下来想一想啊 那么右边给到的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参考 第二阶段呢 我们啊 想了之后啊 我们要去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刚刚我们写到的那几个点啊 到底有哪里做的不好 那么假设我举个例子好了 第一点的是技术分析啊 我认为技术分析很重要 啊我们很多客户都认为技术分析非常不错 能够帮助我们去赚钱 那么技术分析中我们很多人做的不好 那这个不好我怎么去改变呢 我就把它展开了 那么分成五个小点 第一个小点是市场上目前有哪些技术分析啊 对不对 我们要看一下啊 有江恩啊 有这个比方说日本的蜡烛图 还有一些传统的啊 突破形态 那么第二点就是哪些技术分析有效 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技术分析已经失效了 或者太久远了 用的人太多了 像我们最近推的这个戴若古比均线啊 那他是不是有效的 包括飞波纳切啊 一个回撤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啊 我们既然已经筛选了一部分图形或者分析是有效 那在什么情况下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包含选择的产品和你投资的周期 选择产品比方说啊 像一些周期性的CCI和RSI这样的指标呢 那么就适合像奥多元和纽币啊 对吧 这种产品 那如果是黄金和股票呢 就不适用 因为黄金和股票都是突破型 是趋势型的交易 尤其是股票更适用于均线法则 包括戴若顾比先生的顾比均线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在筛选完之后啊 也判断出来了产品和投资周期 我们就要去检测结果 那么这个检测结果就会判定 到底是在四小时徒行里面有效 还是说在日线徒行里面去更做 做更有效果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把它应用在实战之中啊 所以说呢 我们把一个内容 一个重要的因素分解开之后呢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攻克这个难题 那么投资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事情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假设啊 第二点重要的是资金数量 或者是我的钱不够多啊 假设我只有两万块 那我希望一年赚两万啊 因为两万块 如果只赚两千块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投资 太少了 对吧 我要学习 我才一年才赚两千块钱 我还要交点税 所以说在澳大利亚呢 我们希望一年啊 我们能赚个两万三万 那如果资金多 比方说我们有投资者啊 可能在几百几百万啊 上千万 那么这种呢 可能就是希望一年赚百分十二十 就非常不错了 所以说资金数量啊 有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人觉得啊 我已经足够了 那么对于部分大分客户来讲 我们可能资金平均啊 投资额大概是在五万到十万 澳币左右是我们比较平均的一个 集中的客户群体 那么这部分群体啊 或者更少一些怎么去做资金管理 所以呢我们又把它拆解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什么是资金管理 一万五万十万一百万 肯定是不一样的方法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资金多和资金少 到底哪一个做投资更安全 很多人喜欢就放个几千块啊 一两万去做 也有更多的人呢 是放五到十万 也有部分的人呢 少数的这个土豪啊 是做这个几百上千万 那么从目前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呢随着资金的啊 越来越多他做交易的风险是更低的啊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也就是为什么机构更容易赚钱 那么如果是只拿几万啊 或者几千对于产品的选择是很有要求的啊 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买 所以说呢 在发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啊 或者说是大盘虽然没跌 但我们个股跌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配置更多的产品啊 风险没有办法分散的太厉害 那么现在呢 就是风险就集中了啊 所以说资金多肯定是比资金少更好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怎么去管理啊 好的资金管理是增加利润和降低风险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啊 到底是每向澳元队新来纽币啊 跌到1.03买 跌到1.02再继续买 更加合适呢 还是说我给资金呢 加一个反向的操作啊 比方说产品我买的是黄金上涨 涨到2000块 我涨到2100我是赚钱 但是如果跌到1950 我就亏钱 像前几天黄金价格暴跌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资金管理 是到了1960的位置 开始反向做空呢 还是我设置一些止损 这些呢 都叫资金管理的一部分啊 降低风险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杠杆在资金管理中的作用 那么有一些产品可以用高杠杆啊 比方说是澳元队新来的纽币 比方说是一些股票啊 像一些大盘银行股 那么很多产品是不能用高 较高的杠杆 像黄金啊 一天波动在10% 那我们就不能用啊 如果用10倍的杠杆 一天就爆仓了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去衡量杠杆 在资金管理中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把之前啊 我们认为 重要的一些因素啊 就是在第一个图里面 整理下来 整理三点 然后呢 我们进行改进啊 拆解分解 然后逐一去完善 完善了之后呢 我们才真正的去 做变成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啊 就从一个短线的交易者 变成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或者成熟的投机者 投机和投资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啊 只是大家擅不擅长 对于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来看 在金融市场中只有四类人啊 四类交易者 那么第一类交易者呢 就是赚大钱的啊 这部分人非常少 一般符合二八定律 赚大钱的啊 比方说今年我们很多投资者呢 上半年在巨大的波动行情面前啊 赚了几百万 这个是有很多的啊 那么赚小钱的人就比较常见了 那么赚小钱一般属于啊 像我们普通人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初学者 亏小钱呢 也是比较多的啊 这两部分人群呢 是占了可能30%到70%的一个波动程度啊 那么亏大钱的人比较少 但确实是也有啊 那么这种四类人呢 我们要看一下目前自己是处在哪一个状态中啊 如果是我们自己目前的是 我刚刚说到了啊 赚了五六十万欧币以上啊 或者是美金以上 那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这个篮 那如果我目前的是亏小钱呢 比方说我两万的账户啊 目前一个月两个月时间我亏了几百一千块 那我们就是放在亏小钱里面 所以呢 我们目前的整个做投资的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赚钱啊 没有人就是说我为了玩一玩 我亏钱去做这个交易 所以呢 我们既然目的很清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去挖掘目的背后 怎么去改进他 那么赚大钱的人呢 我们发现一般是趋势交易 也就是说他是抓住了啊 一个比较长线的中长线的一段交易 比方说黄金 谁要是黄金 一千三 一千四百美金拿到了今天啊 他中间不管回调啊 那种小的波动 他不管 那么大的周期 如果是拿到现在啊 我相信大家做过都有经验啊 哪怕是一手黄金 拿到现在是几万啊 几十万美金的一个收益 第二呢 就是赚小钱 赚小钱的人有一个特性啊 他是频繁的短线交易 和亏小钱的人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能做的交易的K线图呢 是五分钟一小时啊 就是大家拿不住订单 我赚几十块钱 我就平掉了啊 我觉得我就是今天买饭的钱 我就赚出来了 五十澳币啊 我就OK了啊 我就平掉了 那么亏的时候呢 我亏我觉得亏五十块钱啊 OK 亏六十我就觉得很难受 亏一百的话 我觉得承受不了了 所以说我就会止损离场 这些呢 就属于频繁的短线交易 那么也是大部分人 做外汇交易比较常见的 那么部分做股票交易的人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股市交易中 出现较多的是亏大钱的人啊 因为股票呢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买了一些先股 和一些去年前年买入的股票 如果中间没有卖出的话 到目前都是一个巨大亏损 只有少量科技股还是赚钱的 因为这样的操作呢 叫什么呢 就叫逆势扛单啊 在外汇里面 或者是黄金交易 我们发现很多客户啊 做空黄金 我们一再强调 黄金没有任何的利空因素 包括上周三的网客 直播啊 我们都在强调 黄金目前虽然是有一个回调 但是没有利空因素 所以说呢 很多人 逆势做空之后 发现 哎 趋势还是上涨的 那么这个时候扛单 就会发现 从原来亏一千 变成亏两千 亏一万 亏十万 亏甚至更多 所以说逆势扛单 不设止损 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方向错误 也不止损 也不对冲 那么最终就是亏大钱的 股票上面啊 这种非常 这种人非常多 因为股票 大家传统上意认为 中国人喜欢买入 逢低买入 结果越买越跌 越跌越买 然后没有任何的 没有止境了 钱不够了 到最后买不 没有钱可以买了 结果股票还一直在跌 所以说呢 逆势扛单 但是会亏大钱的 那么我们针对这四类人呢 提出的几点建议 那么第一类人 我们是需要学习的 就是说看一下 别人是怎么赚大钱的 那么这一类人呢 做的交易呢 就是做的比较少 他做的交易呢 都是属于确定性的交易 那么确定性的这个概念呢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讲到啊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么第二类人呢 赚小钱的人也没有问题 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资金管理啊 就是我通过 资金管理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比方说第一次赚五块 第二次赚十块 第三次我可以赚二十 通过这样的一个加法啊 或者是相当的一个 我们叫累加的方法 或者叫梯度建仓 这种类似的方法 把订单呢 拆解拆分啊 通过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来提高你每一次进场 到盈利之间的一个 赚取的利润空间 那么亏小钱的人呢 我们给到的建议呢 就是提高正确率 我们这个这一类人呢 是比较容易通过技术方法 技术分析来增加正确率 然后上升到赚小钱的这个境界 那么对于亏大钱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要强调呢 就是风险管理啊 风险管理呢 在今天我们还提到的是 人工智能这方面的一些学习啊 那么在我们金融领域上 有一个叫VAR的概念 就是说风险管理值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是对于整个交易账户里面 当天或者当月 可以亏损的最大的一个比例 我们控制住啊 比方说我有五万块钱投资了 那么我认为黄金 我买涨 它会有日内的一个波幅 如果我认为黄金 从2000回车到1800的概率是零 在最近一个月是零 不可能发生 那我就能够承受 我五万块钱就能够承受 它跌到这里的一个价格 我倒推 我可以买多少的订单量 那么这些都属于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整个板块呢 我们就要先看自己的 就是说哪方面性格 还是说资金管理不到位 我们把它裂甩 然后找到解决方法 然后再看一下自己目前是在哪一个状态中 是赚小钱还是亏小钱 然后呢我们向另一个境界去爬升 或者去出进 那么赚大钱 我们刚刚讲到了 是他做了很多确定性的投资 在金融市场上 如果我们知道明天的股票一定上涨 我们今天可以借很多钱去买这只股票 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确定性的 才是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几大收益的人 包括我们做这些传统的技术分析 图形分析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增加我们的确定性 那么对于长期和中长期的投资者来讲 赚大钱是容易的 那么他们其实是抓住了一些稳定增长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可以稳定增长的 我右边又给出了一个图 这个图呢 最大的呢是人口 就是只要这个社会的人口是增加的 那么不出意外 这个社会的总财富就是在稳定增加的 只要这个社会有一个法治健全的资本社会 资本市场 那么他的股市长期就是增长的 整个股票的指数就是上升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确定的东西 在过去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过去几十年里面 美国股市 他的人口和他的总的生产力 生产力也很重要 都是在稳定增长的 而澳洲呢人口停滞不前 生产力停滞不前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一些确定的东西将给我们投资 带来直接的一个中期的非常确定的 投资的参考 包括右边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我们的家庭财富是不是稳定增长的 我们的小生意是不是能稳定增长 我们的科技是不是稳定增长 还有我们的年龄是不是稳定增长 有人问年龄增长 那当然是稳定的 我今年是假设我30岁 明年我31岁 后年我32岁 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他第一呢会改变我们对投资的看法 第二呢会改变我们投资的风格 第三呢会让我们去抓住那些不同年龄群体的投资者 然后消费者啊我们去筛选寻找最适合的能为这群年龄段消费者定制产品的上市公司啊 那我们找到筛选之后呢就会发现啊这个图 啊这个图 那么就是研究人口和消费生产力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人口是什么呢 人口就是消费群体生产力就是消费总额 我们做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考虑的就是这两点啊 就是你的消费群体是不是稳定的 是不是可以增长的 足够大 消费总额有多大的一个潜力 做任何的商业和投资行为都是逻辑上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我给了四个简单的啊 举例啊 我们先等会看 这是一个人口全球人口的一个数量 那么中国和印度呢 基本上是老大和老二 排在后面的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然后是巴西巴基斯坦啊 然后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啊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啊 其实是成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并且呢 占得非常小啊 都看不见了 那么发展中国家以及呢 这些巴基斯坦的国家的人口增长非常的快 那么在30年后的时间里面 我相信他们会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包括中东啊 包括印度 包括其他的一些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 所以说呢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在未来啊 现在当下和中美冲突以及未来呢 世界格局通过人口带来的一个被动的改变啊 所以说因为人口人多了嘛 他自然出天才的概率 虽然还是那么低 但是基数大的总会出那么几个天才的 所以说呢 国力上升的速度可能会在未来加快 我们要注意这些市场 但是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然后我们今天就接着刚刚给大家举的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是A2奶粉 A2奶粉呢 大家都很多人都买过 那么在澳洲也创下了很多神话啊 就是说从股价从几毛钱啊 一两块涨到了十几块十四五块 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面 基本上是十倍的一个涨幅 那么他的群体呢 人口研究是多少岁呢 是零到四岁啊 一些婴幼儿 那么婴幼儿 他们是没有购买力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给他们买奶粉的群体 就是25到32岁的女性群体 那么这部分群体呢 我们不是什么人都会买A2奶粉的 很多澳洲本土的人也不买 因为价格太贵 所以说我们瞄准呢 就是中高消费力的这部分女性群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 他们的消费习惯有没有发生变化 他们的收入有没有受到影响 以及呢 他们对未来子女教育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呢 这是一连串的 那么对于Afterpay apt这家科技公司来讲 最近呢 也非常的火啊 股价一直在七十多块钱 也下不去啊 我们当时也让大家做空了 不过失败了 做空的原因呢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再讲一下 从这个AI 人工智能的角度去讲 而不从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强调的那些理论基础 那么Afterpay呢 这家先买后付的公司呢 是瞄准的18岁到25岁的群体 它是一个低消费力的群体 就是说这群人在毕业 刚毕业啊 或者还在上学 是没有多少自己收入的 大部分是来自于父母 那么在老外的国家里面 我们也知道啊 父母给的钱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说他们想要买iPhone啊 基本上都买二手的 如果是有Afterpay之后呢 他们会增加自己的消费力 但是呢 这部分群体呢 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他坏账率高 不过Afterpay解决方法呢 就是绑定父母啊 就是希望后来会由他们30岁 或者27岁28岁的时候 有还贷能力了 继续把目前签款给还上 因此呢 Afterpay在整体市场 或者是信用市场里面 它的风险呢 会比银行 比传统的信用卡公司要低 繁统的信用卡公司呢 它是把钱给我们这种人啊 就是有公司收有公司收入的 或者有稳定收入来源的 如果我们的收入来源断掉了 其实呢 我们的风险是比Afterpay的这群 2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要高 原因很简单 我们都脱家带口的 如果我们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没有收入了 我们银行银行的钱还不上 贷款还不上 信用卡还不上 对吧 但是Afterpay不担心 一个18岁到25岁的借贷人 他即使今年还不上钱 他明年后年 总有一年他能还上 并且他会优先还Afterpay的欠款 所以说呢 对于总的风险来讲 Afterpay呢 其实风险是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银行和信用卡公司都要低的 这也是我们之前 没有理解到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呢 研究消费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有未来偿债能力 而银行针对的群体呢 就是28岁到45岁 为什么最近银行股价 跟Afterpay做的是 类似的放贷生意 但是股价一直上不去 就是因为它针对的群体 一旦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旦断供了 没有收入来源 还不上贷款了 它就是真的还不上了 并且会成为一笔巨大的外账 那么这一部分高消费力的群体 它的高收入群体 也是代表了高消费群体 所以说呢 这部分群体在目前的市场里面 就不太受到资本的欢迎 因为社会的不稳定性是在增加的 我们的还贷能力是在降低的 我们的负债是比较庞大 收入是不确定的 那么第四个公司呢 就是悉尼机场 悉尼机场的群体 是什么样的群体呢 是具有旅行能力的群体 我们很多群体 或者是很多老外 是没有旅行能力的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熟悉 就是包括中国大陆 14亿人口 也有10亿 甚至十几亿的人口 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 也就是说 悉尼机场这样的公司 对于这些不坐飞机 不旅行的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研究的群体 就是中高消费力 具有旅行能力 以及意愿 以及需求的群体 那么就会收到一些 其他的因素 我们就会继续筛选 那么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样的群体会旅行 什么样的公司群体 会做国际旅行 那么就会一点点筛选出来 最后会得出来一个 非常合理的 整个行业的一个板块 一个消费群体和消费总额 我们就能预估 这家公司 未来三到五年的 一个市场份额 以及增长预期 买股票 就是买增长预期 所以说呢 我们当得出这些之后 我们就会对价格 有一个更合理的预判 我们也就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 造成心理上的恐慌 变成一个小赚小亏的人 而变成一个大赚的人 我们可以赚大钱 那么这个呢 也是接着刚刚我们讲到的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人口 对吧 人口中国 和印度是老大和老二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人口和生产力 这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讲生产力 那么这个图表 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从1980年到今天 1980年世界上最大的是美国 是日本 然后是德国 意大利 巴西和法国 没有中国 对吧 也没有印度 那么在1990年 中国出现了 中国排在世界第五的位置 到2000年呢 中国排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印度开始出现了 印度排在了第五的位置 那么随着时间的递进 到2010年 我们发现美国还是老大 中国变成老二了 印度变成老三了 日本变成老四了 这些信息有什么用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了2027年 今年为什么中美开始冲突 是因为美国发现 中国在经济总的体量上 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老大了 那么印度呢 还是老三 美国是排在后面 那么日本呢 是排在第四 第五是德国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基本上会奠定 未来十年的一个趋势不变 十年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 我们对于长周期的一个规划 看到的就是人口和生产力的变化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呢 就奠定了我们在投资上的一个逻辑和基础 我们要做确定性的东西 我刚刚讲到这些都是确定的东西 这些不会因为天灾 某一场天灾 某一场火灾 或者是某一次疫情改变 这些是一个大事 就是国运会有十几年 二十年 三十三十年的一个周期 所以说呢 小的因素不会改变 这些就是我们作为正确率 较高 然后呢 赚大钱的人需要去考虑的 那么在1950年到1990年 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日本是很强的 这个表呢 只给到了1980年 其实在1980年之前呢 1980年之前呢 是日本啊 是超有曾经是超过了美国 日本人曾经想要把美国买下来 当时有口号嘛 叫卖掉东京 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所以说呢 在1950年二战后啊 到1990年 日本的股市上升了400倍 有时候40年涨了400倍 只要投股票就变成了亿万富翁 基本上是日本的黄金一代 所以说呢 日本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是在战败之后呢 迅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而得到美国支持之后呢 又迅速的美国发起了朝鲜战争 发起朝鲜战争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军工行业啊 就直接从日本下订单 因此呢 日本的军工板块和军工出口啊 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1950年开始 基本上带着日本的工业开始腾飞 所以说呢 这40年的时间里面啊 日本的这个股市涨了400倍 而美国股市呢 是从1980年到至今呢 是涨了30倍啊 包括我们看到的道琼斯 包括到今天昨天 纳斯达克依旧创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啊 从1980年开始到2020年 美国都是世界的老大 啊 那么这个呢 啊 我们再看日本啊 日本从1990年开始就衰退了 对吧 日本就从世界老二啊 从老大掉到老二 从老二掉到老三 又现在又掉到老四了 因此呢 日本的股市现在又被号称为失去的10年 又变成失去的20年 就是因为他整个的国家的一个综合的啊 我们前面讲到了生产力的一个下降啊 所以说研究人口和生产力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在当年呢 是有人口也有生产力的 美国也是3亿4亿的人口 所以说他有人口有生产力 中国是14亿人口也有生产力 所以说呢 都不缺啊 两个重要的因素都不缺 因此呢 未来中国股市我们也看到了啊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股市的 是非常有机会的啊 并且牛市非常大 那么我们看到技术图形上 从14号15号 也就是说上周五 以及到这周一啊 这周一开始疯狂上涨 因为周天呢 中国出了一个政策啊 喊话了 银监会 银证监会开始喊话说 中国的股市资本市场 对于中国的经济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喊完话之后呢 中国股市开始再次上涨 因此呢 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上给到的这个信号 非常明确 啊 所以说呢 大家对于中国 China50的一个配置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客观的确定的东西啊 是有这个人口 以及呢 消费力 就是国力生产力 他的这个变化呢 都是一个一代人一代人的变化 都持续30年60年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呢 啊 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世界上的钱的数量的增长 对不对 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界政府都是从无到有 然后钱呢 也是从无到有 并且呢越来越贵 中国曾经是几毛钱都很值钱 澳洲也是 澳洲原来啊 一套房子只需要3万块4万块 到了目前啊 需要甚至100多万 那么世界上的钱只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份钱呢 是有什么特性 钱的确定性是在于 它是逐利的 也就是说资本呢 都是逐利的啊 哪赚钱就去哪房地产赚钱 赚钱都跑到房地产上了 做传统行业赚钱 做生意赚钱 那么钱就会去这种地方 如果是像美国现在一样做股票赚钱 不管涨到哪里 它就会一直涨 就是因为现在赚钱啊 股票赚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资本市场看着看待的啊 就是钱带进了哪里 带进了消费或者是资本啊 带进了这两个市场里面 而消费本身呢 都是去上市公司消费了 包括我们去扣死 买菜啊 去啊 给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这笔嗨嗨 对吧 只要我们买东西基本都是在上市公司的企业里面进行的 因此呢 我们最终创造的财富呢 都会重新回到回流到资本市场里面 因此呢 股市啊 就会得到一个长期的强有力的支撑啊 这是客观规律 而底下的这个绿色的图形柱状图呢 就是全球三大央行 M2货币供应总量 M2货币总共这个供应量呢 其实大家粗浅的理解为世界上流通的一个货币啊 就是可以流通的货币 像咱们这个房子啊 这不算啊 就是说你还有贷款没换上也不算 就是说算一些现金能够流通的啊 像股票债券这是可以的 就是变卖起来非常容易的资产 包括债券啊 都算M2货币供应总量 那么我们看到 不管是04年05年还是06年 没有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 它的货币总量也是稳定逐年增加的啊 就是说每年政府都偷偷的在印钱啊 比方说今年钱不够了啊 那就稍微印点啊 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印钱也是这样的 钱不够了我就印一点 那么到08年之后呢 啊也是一路在高涨 只有在13年14年呢 稍微进行了缩减 结果当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啊 15年的时候呢 股市出现了一个停滞啊 美股不上涨了 所以说呢 钱的供应量对于股市价格是直接相关的啊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根呃 橙色的曲线啊 就是一个百分比啊 我们看到现在的是按照15%的一个增速在增加啊 也说今年如果我们赚的钱回报率低于15% 其实我们是在亏钱的啊 就是目前我们要对标的呢 就是央行货币供应量啊 这个数字这个比例 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回报预期 而这个呢 就是美国和澳洲 咱们澳洲的这个啊 叫央行利率啊 我们知道现在呢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接近于零 但是呢 我们看到1980年也好 1990年也好啊 那么其实对美国和澳洲来讲 这个存款利率都是在百分之十几 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啊 下面这幅图呢 是美国啊 美国是百分之二十最高的时候 就是把钱放在银行里 每年收利息都能收百分之二十啊 这种时代呢 已经一去不复法了啊 不太可能再发生了 那么现在长期呢 都是包括上面那个图是澳洲的啊 红色线是澳洲的啊 一直在很低的位置 零点几 零点几就基本上相当于零了 而美国呢 甚至可能实行负利率 这是为什么美元 现在非常弱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一旦一个国家实行负利率 像之前的欧元 我们也知道欧元呢 是优先实行负利率的地区啊 那么他的货币呢 就是一路下跌 随着美元开始出现负利率的信号的时候呢 欧元开始反弹 美元开始下跌啊 因为是相对的货币多嘛 所以说这种钱呢 就非常容易赚啊 就是属于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 就是长周期确定的东西 是我们能赚大钱的东西 对于黄金来讲的话 什么是确定的呢 就是印钱和利率啊 这个关系 对于黄金价格 是一个确定性的 这个图呢 黄色啊 是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图 蓝色呢 是美国的实际利率 美国实际率 有人说 为什么看的是脱口秀啊 感觉 这个我们还是讲内容啊 这个 我们看到两个图形啊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相反的走势啊 这个黄金的期货价格呢 是上涨的时候呢 美国实际利率其实是下降的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大家钱不赚钱了嘛 总是要买一些保值的产品 所以说呢 利率啊 我们黄金还能涨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关注美联储和澳联储 什么时候会降息 什么时候升息啊 所以说呢 降息 降不降息 是黄金价格能走到哪里 最关键的一个直接的啊 因素 所以说呢 黄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利空因素 主要原因是各国还在降息啊 还有降息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世界啊 黄金ETF 购买黄金的一个总量 蓝色的啊 蓝色就是说 他们买入了多少的黄金 现货 和黄金期货啊 那么蓝色带可以看到 从2020年开始 那么国际ETF黄金啊 SPDR就一直在买入黄金 一直买包括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买 去年啊 19年6月份4月份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 中国政府呢 一直在买黄金 从百分之三年几买到了百分之五点几 现在估计百分之七点几都有了 这个为什么买呢 就是因为他呀 黄金呢 是要放在央行里面做储备的啊 就是大家如果认为想要用人民币啊 你中国政府是没有信用的啊 但中国政府里面 国库里的黄金是有信用的啊 大家认可你的黄金 所以说呢 政府如果想要更有权威 那么必须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啊 这个呢 就是实际购买的人多了 价格自然上涨 这也是确定的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做投资 一定要发现确定东西 还有一个啊 当确定东西 我们出现了疑问 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印的钱很多 但却没有发生通胀啊 传统意义上来讲 市场上的钱越多啊 自然我们买东西 花的钱也要更多 对不对 比方说一块馒头啊 一块馒头可能原来是一澳币 现在呢 要变成两块两块五澳币啊 原来我在这里吃饭 可能只要九块多 现在我发现都是十六块 十七块了啊 就可能翻了一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那么 其实很多 就是说我们政府 爆出来的CPI呢 跟我们实际生活中的 这个通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讲到的 就是政府为什么要隐瞒 或者说是啊 我欺骗大众 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去扭曲这个通胀的事实呢 因为政府比较怕通胀 高通胀的代表了这个含义啊 就是人民起义 举个例子好了 中国历史上高通胀 加速灭亡的朝代非常多 包括东汉 北魏 隋 元 南宋 金明和民国 大家比较有印象的 我相信可能是 民国时期啊 因为很多在澳洲的华人呢 大家有的来澳洲比较久 或者说是至少对近代史 还有一些了解 民国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有一个这个叫元大头啊 对不对 元元大头 只有认可这个 而不认可这个国民政府发出来的这个纸币啊 是不认可的 所以说呢 就代表当时的纸币呢 超发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这个呢 有一个元朝末年的一首曲子啊 叫遂太平堂堂大元 这个是元朝的时候 当时元朝也是可以发纸币的啊 他底下有一个词呢 有一个曲呢 就叫开河便超 货根源若红金万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想印钞票了啊 你就整个就可以随便印了 然后呢 就是所有事情的一个货源 就非常当时大家普通人啊 普通农民就已经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 你政府源不断的印钱 就是非常祸害的一个根源啊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了 我今年辛辛苦苦 我赚的比去年多了一万块钱 结果呢 哎 你贬值货币贬值贬值了贬值掉了两万 我还亏一万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政府不希望大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但确实实在在是在一直发生的一个事情 而政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这个CPI呢 他CPI呢 是有三个啊 欺骗的方式 或者是叫瞒报的方式 那么其中第一呢 就是这个啊 那么10年前啊 或者50年前 大家购买汽车的一个成本啊 当时购买一辆汽车可能需要花一万块 当时购买比方说10年前20年前 购买电脑的花费呢 可能是5000澳币或者是2000澳币 因为比较贵嘛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发现 他还是要1000要2000 买车还是要几万块 但是呢 他的权重却下降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认为 你买车当年的是一万块 权重是非常高 对吧 但是现在呢 随着我们其他的总收入的增加 那么总支出的增加 这些产品呢 整占我们CPI的一个比例 就是在下降的 那么大家看红色这条线啊 就是最底下这条线 那么就是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 个人电脑 还有这个绿色的线呢 是电视机啊 那么他在整个CPI中的占比呢 就持续在下降 但是我们生活中 还是缺少不了这种东西 我们的支出还是固定的 但他人为的把这些占比啊 给下调了 所以说呢 通过类似于这种的方式呢 政府呢 不停的让这个CPI降低 看起来非常的友好 目前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 就是说任何的问题 那么现在40分钟了 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有人说 有人说期权 我们这里的客户呢 做期权的很少啊 所以说不给大家讲 然后理财的目的 实际宏观 微观经济学 对的 TWE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 分析很清晰 OK TWE一会儿为大家讲一下 TWE 所以对政府来讲 首要任务呢 就是压住通胀 还有失业率 那么失业率 为什么又那么重要呢 失业率也是一个必然 因为失业率较高 它会导致社会发生 必然的一些改变 而这些必然的改变 会引导到 传递到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黄金 我们的澳币 都会传递的过来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去了解 那么历史上 失业率最高的年份呢 是在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 1929年的失业率高达20%多 冲到了接近25%的水平 当时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一战和二战 所以说呢 失业率较高 会引发战争 这个就是大家在家 实在闲得没事干了 像现在啊 大家没事都干 可以炒炒股 那么如果炒股不赚钱了 炒股也亏钱了 大家怎么办 对吧 就完全没有收入来源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其实炒股也是亏钱的 因为股市是在下跌了 央行没有印那么多钱 因为那时候大家比较善良 比较天真 不知道还可以印钱 来缓解大家的情绪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是央行不印钱的话 那么生产是停滞的 对吧 社会生产现在都停滞了 按理说 大家感觉到 就是说财富是在缩减 为什么现在美国市场 能感觉财富还在激增呢 就是政府要给大家创造出一片虚假的繁荣 这片虚假繁荣让大家觉得 我现在的钱还在增加 我在股市上 财富从10万变成20万了 我不需要上班了 我不需要去抱怨美国政府了 因为我赚到钱了 我活得很开心 我还能买更多的东西 我反而比不上班还好 我应该早点超股的 所以说很多人有这种情绪之后呢 就不会出现1929年那种大萧条的困境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历史上 但凡失业率到达10%的时候 接近10%的时候 都会引发局部地区的战争 所以说呢 政府会非常敏感 对于失业率 就怕大家有所好闲 还没有收入 结果呢 抱怨社会 开始抱怨政府 所以这个 我们最终通过这些确定性的东西 得出的结论 对我们投资帮助的一些结论呢 就是第一是黄金长周期的上涨不变 它其中的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各国囤积的黄金 开始逐渐威胁美元的地位 尤其是中国人民币 中国现在政府跟美国对着干 那么人民币如果是能够国际化的话 对美元的打击会非常强大 但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需要的就是黄金 足够的黄金支撑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A股指数 会迎来五到十年的一个牛市 那么我们推荐呢 就是直接做A50简单 因为上涨主要还是白马股 为什么主要是白马股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 那么第三呢 就是政府担心股市下跌 包括澳洲政府 他不希望股市下跌 养老金都在股市里 对吧 那么如果人们都失业了 股市就是最好的收入来源 第四呢 就是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 降低失业率 控制通胀 所以说呢 这四点结论 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些中长期的配置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新冠的一个信心指数啊 就是说我们还要知道市场上 我们有政治的政策的支持 有政府的支持 有央行的支持 有足够的资金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还需要玩家进来玩 你赌场都整得漂漂亮亮的啊 这个股市都漂漂亮亮的啊 一切向好 信心向荣 但是呢 玩家没有信心啊 对吧 大家怕亏钱 那这个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信心也非常重要 而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冠啊 信心指数 基本上跟这个股票的上涨幅度啊 是基本上相同的 目前呢 略微恢复到了百分之 负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啊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的话 新冠对于整个股市股民的情绪的影响 已经开始在极大的减少了 所以说呢 不会出现三月份四月份那种暴跌的情况了 好了啊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中国股市 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目前啊 中国在部分行业 在整个的建材啊 或者说制造业 已经是超过了美国 在体量上啊 并且部分行业 开始出现了拐点 是核心技术的拐点 而美国目前股市上 我们知道它有五大公司啊 FAAMG 那么这五家公司呢 是核心 是美国股市的核心 那么除了这五家公司 其实大部分的美股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衰退 尤其是巴菲特啊 最近也是卖出了美国的银行股啊 银行股 美国银行股非常赚钱 但是他卖掉了啊 买入了黄金股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信号呢 也是显现出来啊 部分机构投资者呢 开始对美国股市的核台抗号 而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 直接买A50呢 就是因为美国长期 在过去几十年时间上涨 最核心的上涨 就是FAAMG 这五只白马股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买China50啊 50只白马股 像茅台 像片仔黄 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现在呢 基本上翻几倍啊 片仔黄是翻了一倍 那么这些白马股呢 我们也是一直在 从18年就给大家推荐啊 那么少数朋友 可以有资源的 可以配置 没资源 直接买China50 非常简单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讲到这个TWE啊 这个今天早上 11点钟的时候呢 10点0 58分 中国发布了 对于澳洲红酒 反倾销 调查 而TREZEN Y呢 TWE公司呢 将配合中国出口 不老久 反倾销调查 啊 这个反 反倾销 这个法案啊 所以说呢 今天股价就暴跌了 14%盘中的一度是跌破了 10块钱啊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消息呢 对TWE的影响 也是非常负面的 但我们没有办法 对于这种消息的突发 做出一个判断 不过我们知道 这天会来啊 但是没想到 来了这么突然 这么快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反倾销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在过去的 几十年时间里面啊 就是澳洲一直向中国 出口葡萄酒 那么在体量上来讲的话 相比于之前啊 这个出口的数量啊 比方说原来是100吨一年 那么现在变成200吨一年啊 出口的数量翻倍了 但是呢 出口金额却下降了 下降了30% 原来出口额一年呢 是10个亿 结果呢 今年是7个亿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就认为 澳洲的葡萄酒 存在一定的反倾销 严重的以低价格战 打压了中国本土的葡萄酒公司 或者酒类的公司啊 这就是澳洲目前 红酒行业在对中国实行一个价格战 就跟中国商品对美国实行价格战是一样的 中国制造对吧 又便宜 质量又好 所以说呢 澳洲的葡萄酒又便宜又好 啊 这个就对中国 有存在一个反倾销 调查啊 这个呢 就是事情的起因和 为什么今天TLA股价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 而从红酒行业来看的话 为什么拿澳洲的红酒来开刀啊 是因为澳洲不听话 啊 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红酒出口行业里面 法国是第一大的 然后其后呢 是意大利 再之后呢 是西班牙 智利啊 中国进口智利的红酒是很多的 啊 因为加物联加美嘛 但是澳洲的话 其实呢 不是那么大啊 只有2.1个比例 那么却反而受到打击 这个很明显是跟澳洲的政治战队是有关系的 他没有打压法国和意大利啊 也没有打压西班牙啊 只有澳洲受到影响 也没有打压新西兰 新西兰还出口了1.2个比例 啊 那么这个信号都非常明显 这个呢 就是今天TWE的一个走势图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想要做空货币堆的话 那么澳元呢 还是有做空的一个空间啊 相比欧元和英镑来讲的话 澳元呢 目前受到中国制裁的概率是更大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股价今天的一个走势啊 从13块直接跌到10块钱多 有人说没有声音了 应该大部分人还是有声音的 预计股票还能涨到什么时候 哪个股票啊 TWE和A2 TWE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啊 因为不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澳洲红酒行业的这个制裁 到底是底线在哪里啊 就是说 没有谈判空间的话 就非常麻烦了 而今天呢 也出现了其他成交量 所以说呢 肯定又是有长期机构投资者 离场的 如果澳洲的红酒 进不了中国的话 就跟我前面给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 你的这个 消费群体和消费总额啊 是下降的啊 你这里就可以把TWE加上 对吧 TWE你的消费群体 那么肯定是中国占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中国现在呢 市场没有了啊 直接变成零 直接变成零 所以说呢 大家认为 到底是能跌多少呢 所以说现在进场肯定还是非常早的 至少关注几天 澳元对美元会因此贬值吗 会的 澳元其实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澳元此前 因为澳洲的铁王石 还是这个煤炭 无法进入中国 在港口停了一天 结果澳元当天是暴跌 0.5% 所以说这类消息呢 就意味着中国 肯定会对美国出现反击 而反击对象 不会直接是美国 而是澳大利亚 就是澳洲这个 因为太弱了嘛 肯定是拿澳洲开刀 并且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对目前澳洲的资源需求 不是那么大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而澳洲政府还不自知 这个呢 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一个价差比啊 我们看到这个图 基本上是稳定的 在缓慢增加的这个圈 所以说呢 黄金未来呢 还是比白银 在涨势上可能还更加稳定 不过白银呢 价格波动会更大 还是这个趋势 那么人工智能学习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他有很复杂的 又很简单的 那么这个呢 给大家展示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线性的一个结论 就是白银的价格呢 等于0.02的黄金价格 减去0.58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线性结论 但是我们从这个红色的点镇图 点镇图来看的话 它是有一点上升的啊 对吧 随着黄金突破了1800 涨到19002000 那他对白银的这个价格 其实还是应该往上高一点的 所以说目前呢 价格是被低估的啊 白银价格呢 从历史趋势来看是被低估的 因此我们 从我的角度更倾向于大家做一些白银啊 回报率更高 最近做白银的确实回报率是比做黄金要高一些 然后呢 还有最后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呃 目前会给VIP客户推出来的一个 啊 模型啊 那么这个模型呢 呃 就是我们以什么股票呢 今天是TWE对不对 但TWE是经历了今天的一个暴跌啊 所以说我不太确定 呃 会不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 然后TWE 所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市场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运行这个机器学习 然后现在正好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A50买卖操作的数量很少啊 这个没太懂 呃 介绍一下SYD SYD新机场吗 新机场的话很简单啊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的负债很高 但是呢 其实他的负债呢 呃 他的资金是足够能够支撑他的 这个 我们对新机场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点评啊 那么 悉尼机场呢 目前适应率是普遍低于基础设施的一个平均适应率29.2倍低于37倍 那么没有疫情的影响呢 收入啊 每年是增长8%到21%啊 相比于其他行业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收入 那么2019年收入增长了8.1% 然后呢 他呢 其实是一个呃 是一个是叫什么呢 呃 是一个 房地产行业啊 悉尼机场的是一个房地产行业 以及呢是一个媒体行业 他是一个商业地产类的公司啊 就是大家可以在新机场投广告 对不对 他机场里面还有免税店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固定的收入 然后媒体对吧 广告啊 因为他是有这个垄断性的 然后关键呢 就是他有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要研究就是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 以及他目前的现金啊 如果未来一年开不了空的话 他的现金流能不能足够支撑他的债务的一个利息 对吧 以及本金的还款 其实结论是零的 能的 就2020年今年需要还的是7.7亿 明年需要还的是7.19亿啊 因为悉尼机场是一个大型的国家的背书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他的大部分债务呢 都是10年以上周期 所以不需要担心一年两年的一个情况 除非疫情影响啊 停运10年啊 除非疫情我们10年不能坐飞机 那这个就完了 这个悉尼机场就破产了 那么之前呢 我们也有网尼萨这个发的悉尼机场的一个股评报告啊 所以两份加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这个呢 是悉尼机场的整个的介绍 以及他目前的收入来源 以及支出啊 支出目前很多都停掉了 像人工啊都裁员 对不对啊 然后一些汽车租赁呢 现在停掉了啊 所以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 主要还是从债务上来讲 对这些行业的公司 好了 我们就是这个模型呢 因为TW发生了这个突发事件啊 发生了突发事件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不确定这个记忆学习能不能对明天的一个价格做出非常精确的预判 如果他们给到了明天的价格呢 是11块零八 目前是10块五毛五啊 看一下明天会不会到达11块零八啊 这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呢 TG学习呢 会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比较 合理的啊 合理的一个价格上的参考建议 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模型学完之后啊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啊 对不对 那模拟出来的和真实的一个价格走势呢 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 那么明天呢 价格给到的就是说11块零八的一个位置是上涨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分析啊 也不叫技术分析了 这个就是记忆学习 给到大家最新的这些机构的一些 这个方法 SXL SXL的话 没有太太多的问题啊 SXL跟悉尼机场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的公司啊 规定的这个VIP客户呢 一般就是投资金额是在5万以上 AMP的话 AMP我们也用这个模型 也来算一下好了 运行会需要一段时间啊 对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析 并且还在不停的研发啊 就是说 我们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研发 正确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不建议大家 就是说完全依赖啊 因为它有一个一些理论基础 就是说认为K线图呢 是完全能够反映出来 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消息的 很多就是记忆学习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是对过去历史K线图呢 做一个回归 回归就是比方说今天涨了 然后它预测呢 如果是明天也是涨的 然后明天确实是涨的 结果呢 它就拟合了嘛 它就连在一起了 如果是明天预测的是下跌 结果真实是上涨 它在明天的学习中呢 它就会反思一下 然后呢自己就调节 所以这就是拟合对过去的一个 类似于拟合的一个学习 那还有一种学习呢 就是图片图像学习 就是K线图呢 它其实是一呈现出来的 一种图像的形态 对于技术分析流来讲的话 那么大家认为突破呀 或者是什么支撑线啊 这种啊 包括带入固比均线啊 这种或者MACD啊 这种它其实都是一个K线图 那么K线图呢 是画出来给人看的 对吧 从视觉神经视觉中心上来讲的话 人们看到这个图形 那么第一反应会有一个 它是不是注底成功 比方说W底 那么技术学习呢 会对这些图像去学习 比方说判断从哪到哪 是一个W底 对吧 根据过去比方说 我们可能给机器1000个股票 一个股票可能有50年 30年的一个数据 那么30年可能有上万根K线图 那么1000个呢 可能有1000万的数据 然后我们让它去学习去训练 然后当它在看到 类似的图形出现的时候 那么机器会认为大部分的人呢 大部分人类的操作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就是说在第五天或者第六天 就给出来 它的一个预测的价格上涨还是下跌 所以呢 这个呢 目前大概的一个 机器学习的逻辑啊 就是说他认为价格呢 始终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人类行为的一种体现啊 并且是能够有效的 而对于哪些是无效的呢 像AMP最近不是出财报吗 对于出财报这种啊 是没有效的 我们看到给到AMP的一个公允价格 或者一个预测 未来达到价格是1块8毛6 但我们知道现在AMP呢 因为出财报了 所以说呢 它的价格是一路下跌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呢 财报对于K线呢 就是说机器 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学习啊 就是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根暴跌 他不理解啊 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 这一天是出财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模型呢 还是在不停的学习和成长中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过去呢 AMP这个就不是那么好啊 就是最近有财报出来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刚刚有人问这个SXL 不过银行股啊 这些大盘股 其实是还是不错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ANZ 那么ANZ的话 我最后给大家看最后一个啊 就看一个ANZ LYC COH 大家问的还是很多的呢 最近今天的话 不仅是COH 还有那个SXL涨幅都比较高 它澳洲股票也是一个板块轮动 所以说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Stage 4 回到Stage 3的话 就是说原来那些啊 像Webjet啊 那些航空股旅游股的话 就会灵涨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 Webjet最近涨势还是不错的 但比之前的涨幅还是小一点 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银行股最近不看好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 这个呢 就是还有40秒才能学完啊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但是呢 如果是VIP客户的话 有这个需求 我们会用逐渐完善的一个继续学习的一些方法 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啊 它学习没有那么快 那么数据越大的话 它处理起来就越越慢 但是准确率会越高 我们之前可能做的话 可能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 就这个在云端啊 不停的去跑这个程序 所以说呢 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而黄金价格呢 目前也是2007了 所以说呢 黄金是日渐级别啊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抄底啊 或者想怎样 一定等到第二天 第二天趋势一般就出来了 好了 这个给到NZ价格呢 是18块三毛九 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今天是18块04啊 所以说呢 我们正好这有个跳 有个缺口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明天补齐这个缺口的概率 还是挺大的 这就是说 AI会帮我们去判断一个方向 而目前呢 它对银行股呢 其实已经给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给到价格呢 一直是18块四毛四 18块五毛七 18块五毛三 而实际上呢 银行股的价格呢 却是一直在下降的啊 18块二毛六和今天收盘价18块零七 所以说呢 目前它认为呢 银行股呢 已经是可以买入了啊 就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号 对吧 很明显右边呢 右边这个值呢 是预测值 左边的值呢 是实际值啊 大家应该是能看清楚 所以说呢 预测值呢 是从17块九毛二 12号 8月12号最低 然后一直上涨啊 上涨到 现在预测呢 是18块三毛五 明天 而实际价格呢 是18块零七啊 所以说呢 它会给一个方向上的参考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大概讲这么多 哦 明天ANZ有人说是第三季度的这个财报啊 所以说呢 出财报 怪不得会赢 确实是出财报这种消息啊 会影响机器的一个学习判断啊 不过整体来讲 我觉得还是对未来我们有一定的参考帮助啊 并且一直在改善 最后谢谢大家啊 那么我们明天晚上是直播啊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观看啊 微信会比较方便一些 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 大家可以通过YouTube啊 油管去看这个我们的直播 是晚上墨尔本时间6点啊 那么祝大家晚安啊 我现在我们现在的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